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该来的总是要来 之前咱们说上海 上海做了这么多期节目 上海真的好坦 中国最大的城市 这么一个金融经济文化中心 被搞成这样 上海人怎么说 在风控中等物资 结果还是饿死了这么多人 病死了这么多人 自杀了这么多人 这不是天灾 这都是人祸 那么其他的城市 我曾经做过不止一复的预警 城市里边的人能往外跑就赶紧跑 广州顺带说了一说 现在是北京 北京我觉得该来的也要来了 现在是咱们看几个新闻 我们结合来说一说 第一个是北京启用小汤山医院 方舱医院 5月1号召开的北京市不可描述 敏感的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什么卫健委主任介绍 说什么都嫌废话了 然后就是说要启用小汤山的防舱医院 从5月1号起 共有9个隔离单元 1200个床位1200个床位 够干嘛的 1200个床位够干嘛的 北京也是千万级别的大城市 这不够还要再加紧再去搞 小刀山方船医院40名医务人员 8名医生护士30名 这根本就不够 起用归起用的 这只是一个开头 这只是为后续做工作 可能应该是见着墙了 看到上海那些人 这样的搞风控生意赚到墙了 咱们再看看 这个是北京5月3号到5日 北京12个区域将展开三轮晒查 这12个区域 这几乎就是包括整个北京的 你看看东城西城朝阳海淀风台 市井山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大兴 哎呀 12个区展开三轮的筛选 这么一搞的话 不知道要搞出多少事了 有些时候本来其实没这么吓人的 就是奥米克戎这个东西 他本来就是说等于疫苗了 你得了一下就等于疫苗了 你中招一次可能几天难受 你瞄一下 你也有几天难受 你得奥米克戎也是几天难受 基本上就有抗体了 不用搞了 但是要搞筛查12个区搞筛查 然后这又会有多少人 本来没事的挤的挤成一疙瘩 一查就痒了 这是一个新闻 咱们再看下一个 然后北京发布最新中高风险地区名单26加10这一下区域 看这又是在酝酿 这几个新闻咱们总结来两个字 这就是酝酿啊 酝酿干嘛 酝酿封城啊 半眼就扎了啊 为了就是下一步做打算啊 你要是照我的解读啊 这个核心就是两个字啊 管控啊 或者说是控制都行 控制啊 你看这一段时间在上海 呃 人为造成的悲剧 造成了这么多事情 但是呢 有人发财啊 危机呢 同时也是商机 你从那些商家的角度来看 呃 咱们就是说几个这个产业链吧 一个是检测的产业链啊 而且还呃 其他的还有什么 这个供给的产业链啊 物流的产业链 嗯什么外卖产业链啊 还有一些其他就是说像凡是在搞 这些东西的 哪天不是入账日进斗金啊 咱们具体的金额不知道你是一天赚10万 还是一天赚5万 那真的是日进斗金啊 啊 而且在这么一个过程中 有多少人出事啊 呃 我昨天我还是看到了一个信息啊 是什么信息 就是说中国的这种养老金池啊 就是说日益的减少 然后到了哪一年枯竭啊 到了哪一年破产 那么我就在想你这么一个管控 这一下子老年人是吧 有没有幸呢 统计的我估计现在不下千不下1000人了 前几天我在看这个数据的时候呢 是400多人啊 就是说非正常呃死亡呃 就是不管控的话 人不会死的 那么现在我估计怎么着对了1000人以上吧 就是粗略保守 往低了就估计 扶这么多人啊 那么以后 这个经验啊 一看哎 这些老头老太太本来每月还在给他打药朗金呢 省了这笔钱省了啊 哦 这招管用管用 值得推广 值得大规模推广啊 然后呢 往北京啊 下一步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 祸啊 用用一个词祸啊 什么啊 地球祸下个月爆炸啊 咱们用这个祸啊 就是说将来万一没风的话呢 也不至于打脸啊 就是说有可能啊 这不这不开玩笑 这个时候你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你必须得早做打算 你不打算的话 是吧 就跟之前囤娘一样啊 之前不喊囤娘的 不囤娘的 到最后吃了亏了吧 这个时候北京也要做打算 那么咱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么一个风控管理啊 这个管控是干嘛呢 就是说让老百姓更听话 因为老百姓在这么一个管理的过程中啊 将会丢失掉更多的自由 丢失掉更多的权利 丢失掉更多的财产 啊 私产 逐渐都没了 在这么一个过程中 他就会越来越依赖老百姓 呃 依赖政府政府 老百姓依赖政府啊 就跟那个欧美差不多啊 其实配方呢都差不多 只不过这个具体的这个菜啊做方式不一样啊 欧美国家在这么一个人为制造的经济衰退中呢啊 你酒吧你开不了餐馆你开不了 娱乐场所你开不了啊 服务做那些店你开不了啊 理发店也开不了 现在我理发都自己理发了 谁还去理发店呢 是不是啊 这对于那些经济打击有多大呀啊 有多少人破产 多少人失去工作干嘛 这个时候就依靠政府 政府说啊 我来给你每个月发几百块钱的这个不助金 哎呀 老百姓感恩戴德呀 这不光说是东方人这样 西方人也这样 这是人性 人性是不分种族的 人性在啊 就是说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 抓到一根救命稻草 马上感恩戴德 欧美就是这么玩的 但是很少有人去思考 剥夺你自由权利私产的就是政府啊 现在北京呢 上海啊 上海已经在这么搞了 下一步呢 北京啊 北京这一步在搞的话也是啊 其实对于中共来说呀 这个经济垮不垮 这个呃什么制造业垮不垮 这个金融业垮不垮啊 服务也垮不垮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无所谓的啊 只要我手里有枪就行了 只要枪杆哥听我党指挥啊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 这其他的都不重要啊 可能老共也感觉到自己统治危机啊 现在搞的全世界是吧 呃很难搞嘛 你看美国呢 就是逼中共做选择 你是要占俄罗斯 你还是要占美国 是吧 俄罗斯中国呢也很难搞 中国呢在这个时候可能说哎哥们我也很忙 你看我上海陷了陷了之后呢 我北京我马上我也要陷是吧 我我自己我捅我自己三刀 你看这刀子上全是血 你不要找我麻烦了 是吧 就是说索罗斯他讨厌习近平啊 美国呢也逼着中国表态啊 这个时候呃也不排除是一些这个外在的原因啊 逼着这个老共啊去做一些比较呃 就是说自残的方式啊 自己就是残害老百姓啊 没事搞点事啊 说到底就是政治 说到底就是权利啊 说到底呢 全部都是利益 那么节目做到这里呢 只能够说呀 北京的老百姓啊 最好是做好心理准备啊 物资呢 囤呢该囤 但是呢之前也说了 你买几个冰柜呢 也有可能是上游呃 政策下游对策 针对你这个下游对策 他们还有政策呢 限电啊啊 你这个电流 每小时超过多少的时候 就跟你断了限了 你一插冰箱啊 就跟你跳啥 怎么办 你买几个冰箱也不够用啊 所以说啊 还是那句话 能往乡下跑就往乡下跑 北京周边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啊 风景还挺好的啊 什么平谷昌平啊 还有那些什么啊 那些地方 风景都挺好的 怀柔啊 能往乡下跑就往乡下跑 在城里面待着憋死你啊 疯死你啊 先做个预警吧 北京人要小心啊 上海啊 牵扯之鉴 好 先说这么多